大家好 我是茂迪系的老顽童周童达 过了破五啊 也就是初五 我们家想跟那个初五叫破五啊 过了初五就应该算是 这个年就过完了啊 所以说今天这个这个年呢 反正我在这里过年嘛 也没有年味啊 这个我一个人在这里 今年我是一个人过年啊 也就是这样 麻麻糊糊的这个年就过来了 今天呢 现在没事嘛 我就想着做点什么 就给大家唱一首唱一首歌 因为我喜欢唱 这个我经常讲我喜欢唱 从小就爱唱 但是呢 一来自己那个底子不好 就是长子也不是很好 然后呢 还无音不全 那人从小爱唱 那个时候 给生产队做工啊 一有时间就唱 有的时候大家也没有事 所以让我唱 我就给大家唱唱 特别是有赶车 那时候在生产队里啊 经常给 赶车拉东西 所以说赶着车的时候 就经常唱 我记得 我记得那个后来呢 这个有一个电影啊 青松陵 里头那个是吧 唱片呢 那个一亚甩 哎 啪啪的香 哎呀 赶起那个大车 出了村啊 哎哟 那个歌 时间长了 我也记不太行了啊 那个歌唱起来 好像是赶着车 有一种很自豪的那种感情啊 我从小就跟车 刚才是跟啊 跟车吧 是跟车 后来也就赶车 可是从来没有过那样的自豪啊 从来没有那样自豪的感觉 还有呢 前几天我在这个 呃 网上呢 看到有这个 有一些东北的那个 这个就是博主吧 他们造的那个大马车 啊 那个 那是 前面有三个的 那是四套大马车 我们以前我们最多是三套 我四套我还没赶过啊 啊 基本上 我是赶牛车啊 赶牛车 前面有驴的 用牛的都有 啊 也赶过马车 但是我赶马车 赶的不是很多啊 要赶马车 但是他那个马车 那个确实 那个 那是要有一点 我觉得那种四套的马车呀 嗯 就是前面有三个啊 然后 有个有个驾元的 那样的车 那真的你要有点技术啊 那个 我看那个 照的视频里 那个赶马车 那个技术有点 啊 不是我乱批评人呢 我觉得有点差 为什么呢 那个马不听话 他打的那个方式 打鞭子那个方式 是抽 啊 那个 那个鞭条子 直接就抽在马的身上 那个我觉得 那是 外行啊 真正的赶马车的人 打 打伤口 那样打 我们轻轻的打呀 就是晃一晃 哪边的晃一晃啊 也是有 但是真正的打 那个不听话的嘛 不是那样打的 打上不是拿那个鞭条 整个抽上去的 是那个鞭梢啊 那个时候我们就用的鞭梢 都是 那是特别 那那个时候 供协社有卖 就是狗皮 割出来的那边梢 随时 车把师都要带着 几个边梢的 那边梢有的时候 打断了 马上就 就换 换边梢 那鞭子打 是用边梢打 打上去 那个手 手腕子上 要有力的 那一下下去 就算你不打得 冒血出来 那也得打起 一转毛来 不是抽上去 而且呢 那个老车把师 也教我们 那个身后 就特别是牛马 不是牛啊 这个驴啊 马螺之类的 打他 要打他耳根的 那个地方 那有的时候 真的鞭子狠 鞭子中 拿大抱边打的话 能把他打倒掉 那个螺马 他跳起来闹的时候 一边他打下去 他就跪下去 他就会倒下去 所以说我觉得 他那个 现在赶马车 已经只是 赶个样子了 没有什么用了 那还有几个用马 用马车 拉东西什么的呀 我觉得那个 真正的车把师 现在已经很难找了 没有了 那么刚才我讲到的 这个唱歌啊 就是一下子 又跑到那边去了 那时候我们在村子里赶车 就是特别是这个装车 卸车完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 高高兴就唱啊 有的时候我不高兴也唱 其实我有时候心情郁闷了 不高兴了 我也会唱 那个嘴唇不停地唱 有的时候别人 我小伙伴们也都知道 我们那几个一起赶车来一看 知道我如果是不是高兴的情况下 我唱 他们也知道 这个不高兴了 跟我说话 我都不理你 我干我的工作 做我的事 我就随便唱我的 我喜欢唱歌 但是那个时候唱的 就是样本戏 革命歌曲 毛泽西娱乐歌 就是这些 有的时候唱唱大古书什么的 那时候还是死旧 在背后唱可以 你登台还唱不了呢 不过我没登过台 我们村子那个 那时候村村都有 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我们那 别说我不知道 在我们那附近就是那样 以前我们那里 还没到文革的时候 我们那里就有了 叫俱乐部 那是我父亲他们开始成立的 我父亲从成立 回到农村以后 要在农村要丰富 农村的丰富 农村的这个文化生活呀 在农村里要 进行一些革新之类的呀 那时候他搞这些嘛 就成立这个俱乐部 后来就改成了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那时候管这些的是 那个民兵连长啊 还有这个团支部的 他们来管这些 我喜欢唱 双小喜欢嘛 他们也知道 就来找我了 我不去 找我很多次 我就是不去 他说那你来嘛 来嘛 你这个 你为什么不来 我说我唱不了 我说我高龙科里唱 你让我登台 我害羞 我唱不了 到时候我出错 麻烦 我不唱 我不去 我在高龙地里唱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排练的时候 我去看过 有的时候你唱歌 有的时候你 满几青年在一起嘛 唱着歌 有着嘻嘻哈哈 说笑笑笑 那唱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说哪得交了两遍 你不会啊 那板子脸一骂起来 那多丢面子 我觉得那个人倒是 比那个过去的衙门 衙门里的 把这裤子打板子一样啊 那是 所以说我受不了 他们找我 我就不去 他几次都找我 跟我说 我就不去 到后来比较大一些了 我的同学 来管这个 他来找我来 我这个工作啊 你要支持我 我说支持不了 你这个你不要找我 我支持不了 我不行我唱不了 我一登台我不会唱 所以说那时候 我我就是这样 我这个人脾气这样 他有的跟我上纲上线 你这个宣传毛泽东思想 你思想不进步 你不要学进步 这样呢 我说我就不要进步 我就是罗伙分子 你给我少说这个 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套 我就不干 我就这个脾气 所以呢 那个时候 我就是这样 但是背后瞎唱 唱着玩儿瞎唱 我就瞎横瞎唱 这样我是经常唱 那么这个陕北明歌 我们也知道了 我们的东方红 那个 那就是从陕北来的歌了 那是陕北明歌的调嘛 唱遍全国呀 那都唱得太空虚了 所以呢 我这陕北明歌 也就听过一点 但是也不怎么会 偶尔的瞎 瞎东一句 西一句的瞎横横 瞎横横几句 就是这样 到了这边以后 到了南方 这个云南的这个打歌 云南打歌是跳着舞唱的 还有一种是商歌 对商歌 一般都是情歌了 我也很喜欢听 也很喜欢听 今天呢 我给大家就唱唱这个 陕北的明歌 因为我前不久 学了这样一首歌 这个叫 打酸枣 我挺喜欢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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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的这个意境 他这个歌的意境 我很喜欢 所以说我就跟着 就学了一下 你想我在这个 外国 这种环境 连个说中国话的地方 都没有 我唱了谁听 而且你唱 这个旁边的邻居们听着 也好像有点 是个疯子吧 一个人在那下唱什么呢 所以说我要 有的时候 骑一个摩托车 出去的镇上买东西 我就得路上唱 唱几句 唱唱到想不起来了 回来了 再打开手机 再看看 他怎么唱的 再接着再唱 当然了 这个 唱好唱坏是一回事 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 有的有的朋友 可能会批评 你唱的不好 你来瞎唱什么 是唱不好 我自己找 有自知之明的 我知道我唱不好 但是我喜欢唱 就好像我 我刚才我讲过 那小时候那时候赶车 那就我就唱 我不是唱 唱给谁听 只是自己想唱而已 所以说今天 也是这个情况 我是自己想唱 我就把这个 打酸枣这首歌 给大家唱唱 我看看 是不是能够唱得下来 会不会都记得住 能唱得哪点 就算哪点吧 我就试试 给大家唱一唱这首 打酸枣 这一山山 这一山山往见了 那一山山高 阿环 阿环的一叹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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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哥哥啊有情 妹妹你有意 人里头挑人 就输妹妹你 翻过一道道 咯凉凉 玩过来一道道 咯 阿玛的一对 有意儿有有 妹妹你不要脸红 脸红 你拉着哥哥的手 阿玛的一对 有 叫一声 那妹妹你 快呀妈快点走 阿玛的一对 有意儿有有 哥哥就打来 打来 妹妹你快点 见 哎嗨阿玛的一对 有 妹妹你快点 见 哎嗨阿玛的一对 有 我唱 唱得好 我唱了 我唱得好 哦 我唱的一对 那我唱得好